最後是所謂的其他 其他介紹的三個東西 雷射、紅外線跟紫外線 第一個雷射 雷射光有三個特性 第一個光色單純 它基本上只有一種頻率的光 因此只有一種折射 所以經過三年紀的時候 不會散出所謂的七彩的顏色 它不會有色散 它不會有色散 它光色只有一種光色單純 第二個能量很集中 能量很集中 在那個小小的範圍內 有很強的能量 所以呢雷射殘土都會警告你 叫你不要照你的眼睛 怕傷害你的那個靈魂之瘡 靈魂之瘡 靈魂之瘡 因為它能量很集中 所以它要切割物體的 通常要切割金屬 要切割金屬 高熱高溫反應切乾 再來就是 破散性小 可以射得很遠 還是一小點 但它並不是永遠都是那一點 它還是會越來越大 可是它非常大的會非常慢 所以平常它能射比 射到很遠 就還是一個小點而已 那種破散性小 可以呢傳播很遠 都還是一個小 一般的光啊 一直以後就散開了 你的手機桶 就又是一七針 就鑄躁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散開散開了 那又散開了 叫做破散性小 雷射的應用 CD、DVD 都是用所謂的雷射固寫頭 現在說所謂藍光DVD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裡面發的雷射光是藍色 雷射光 有什麼好處呢 雷射光 雷射光DVD是補在上面的洞 它有很多洞 一洞一洞一洞 一洞就知道 波長比較小的 這個洞可以比較小 因爲它那洞和弧的洞 所以波長很多洞會比較小 洞比較小 所以裝的資料都會比較多 所以藍光DVD的容量比較大 但是它你要用藍光波長比較短 所以它可以放比較小的洞 波長 啊波長 CD、DVD、VCD DVD都是用雷射 還有醫療用途 做手術 你們比較常常都是什麼的 眼睛、雷射 做眼睛的手術 治療近視鏈什麼之類的 或是止血之類的 你現在用雷射包 你現在用雷射包 會燒起來 如果有鐵皮達人都不知道 工業用途 我剛剛講過 因為它可以鑽東西 它可以 它可以焊接它的專程 高熱能量集中 所以可以來接割 射量 精密射量 可以射得好遠 直直的 然後靠著反射 我們前面學過的反射啊 什麼的量距離 量距離 這樣就做一些其他量測的功用 這是雷射的應用 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 傳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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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航也是一樣 它走直線 那時候美軍有什麼 什麼大戰無雷射導引 在那邊 導航設備 雷射藝術 是什麼 就是打一個形狀出來啊 打一個形狀出來 那好像就以前抗議人 在東門打一個腳印啊 打一個腳印啊 紫外線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紫外線就是 最接近紫色光的 那個不可見光 叫做所謂的紫外線 它會產生很強的化學作用 是又稱為化學線 紫外線用處是 它可以殺菌消毒 紫外線的能量 可以切斷DNA 所以只要你是DNA做的 照紫外線還把DNA切斷 你就暫現了 所以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有個什麼 生保殺菌光 細菌殺光光 就是紫外線 套稱可以殺藥 99%年走的細菌 你們家現在都要買 封碗機的 幾乎現在封碗機能夠 不如所謂的紫外線 殺菌的 幫你做殺菌的用處 所以它可以紫外線用處可以殺菌 可以消毒 就表示可以殺掉你的意思 哦 只是細菌很小隻 只要照一點要俏藥 你只要大肆要照很多 但是呢 照害多你還是會 你還是會的 比如說你去下面 那邊玩一玩 算是會脫皮 那就是因為照到 哦 除外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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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用讀 胃產生維生素D 吸收鈣子 女生特別容易得 骨質疏中症 骨質疏中症 骨質疏中症是因為缺乏鈣子 告訴你要多喝牛奶 但是光喝牛奶不夠 你要出去曬太陽 你看 曬太陽 這樣子才會產生維生素D 幫助鈣質吸收 現在有現在很多人在賣鈣片的時候 很多人在賣鈣片 你們就地外 就地外添加了維生素D 幫助你的鈣質吸收 幫助你的鈣質吸收 還是 雖然你會怕維生素D 告訴你 要曬太陽 產生維生素D 幫助鈣質吸收 女生特容易得 骨質疏中症 這表示 而且她是一個不合一百億 意思就是說 你一旦骨質疏中之後 就回不去了 就回不去了 對不對 從小 就這個時候 從小就要保養 要補充蓋子 要殺蓋子 瘀瘀瘀瘀瘀瘀 死外線照太多就會曬傷 然後可以殺掉你們 殺掉你們 大家只要照耳朵會死掉而已 但是她可以造成病變 皮膚病 皮膚癌 所以呢 政府做醫師 就規定有個 有個死外線的公布 宣布 明天出來場地有多少 給你參考一下 總共分15級 7以上過量 10以上危險 好 10以上危險 通常老師就考這個 考15級 考7以上過量 考10以上危險 學測考過這一題 但學測考這題 完全沒有程度 學測就寫這題 告訴你7以上過量 10以上危險 寫了一個表格 相較是蘋果 是一條四 寫了四五個程式 然後每一天的傳染指數 多少多少 然後問你說 前一天的過量 日數最多 哈哈 你只要問多數就好 這個三天 這個兩天 這個四天 四天最多 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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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程度 學測 你不懂程度 為什麼 是不是就會了 會幾成就會了 但是一般老師考這個 一般老師要你會背 一般老師要你會背 氣上 作量10以上危險 你要會背這個 OK 受氧 平流程在三年前 第一課會教 你一定我這裡寫10到50公里 但是大部分的 10到50公里是平流程 然後大概在15到40 這個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但是我看到最多寫的是 230公里 2到30公里 這邊的臭氧含量特別多 那叫做所謂的臭氧層 那幹嘛長它咧 因為臭氧有個功用 就是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因此保護了地樑上的生物 剛才想過紫外線可以切斷DNA 就把你殺掉 學者考過三零級會教 生物可以從海洋爬到陸地上來 大約是一年前 生物能夠從海洋爬到陸地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天上已經形成了 臭氧 隔絕了紫外線 否則的話它一上來 就好像先上這機關槍一樣 一上來就會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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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是臭氧 就是臭氧層 所以臭氧的功用是可以吸收紫外線 但是 但是 現在有問題 我們 後來發現在南極的上空 臭氧的含量鮮少 我們稱為臭氧洞 立刻我們在焦 而且我們也不會知道得很清楚 因為國中很多都不焦 國中很多都不焦 南極 有個地方它臭氧含量稀少 我們就稱為臭氧洞 那有了臭氧洞 就表示沒有臭氧 沒人幫你吸收紫外線 首先就會長驅直入到達地面 就會傷害到地表的生物 傷害到地表的生物 為什麼會被有創 因為這玩意兒 大部分的考試考這個 佛氯碳化合物 有人寫佛氯碳化合物 它會破壞臭氧 為什麼它有氯 那那個氯的成分 氯的成分會阻礙臭氧 國中不焦 臭氧怎麼形成 國中也不焦 臭氧怎麼吸收紫外線 國中還是不焦 氯怎麼阻礙臭氧的行程 通通不焦 但學者搞過 學者就寫給你看 月服策略 我寫給你看 我告訴你發生這件事 你要請你回答一下問題 看來搞不就會 看完就會 你也不用先學過 當場看當場會 OK 那我們都能 那我們 因為我們通通不焦 所以你只要記結果就好 結果叫做 為什麼會有臭氧痘 因為偉大人類 發明東西叫做 國律派化合物 升到天上之後 產生了氯 氯阻斷了臭氧的行程 幹什麼呢 就要去不准我們再用這個 國律派化合物 就要簽一個 蒙特羅毕兵書 對國中生而言 你的程度就比較大 有一個協議叫做 蒙特羅毕兵書 幹什麼 限制國律炭化合物的使用 為什麼要 拯救那個臭氧痘 要拯救那個臭氧痘 OK 有人知道臭氧嗎 紅外線 太陽光頻率最接近紅光的 非可見光叫做紅外線 最接近紫色光的叫紫外線 最接近紅色光叫做紅外線 紅外線跟熱有關 所以叫做熱色線 這句話要記住我 三連擊會再問一次 三連擊上帝就會再問一次 它會跟熱有關係 紅外線跟熱有關係 叫做熱色線 所以有什麼用途 第一個 把紅外線 導致溫暖 因為它跟熱有關 第二個 紅外線可以在哪 在那 亂七八糟黑烏七媽黑的環境中 看的東西有幾種錯嗎 一種叫做星光夜視劑 它可以把很微弱光線放大 那你可以看得到 你在電影中 通常在那邊看人家淤淤的 那邊很淤淤的 那就是所謂的星光夜視劑 它把微弱光線放大 那你可以看到 第二個叫做熱追蹤 看熱 因為我們 只要你有溫度 你就會 發熱 你就會發熱 你如果比旁邊的環境溫度 你就會熱比較多 你照過去 看能夠影響 通常 你這個人 有紅紅的 紅紅的黃黃的綠綠的 那個影響在那邊 就是所謂的紅外線去拍的 紅外線去拍的 紅外線照他 去追蹤他 看他啊 熱追蹤 好 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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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熱 因為飛機的環境會放出熱 但是會吹那個飛機的環境 出來的熱追蹤他 吹吹他的飛機 熱追蹤 熱追蹤 遙控 你家的遙控器 基本上就是用紅外線 所以你的遙控器 不一樣的電視器 這個旁邊沒關係 因為會反射 可以 好 當你的遙控器 按下去的時候 通常你的紅燈會亮對不對 沒有 那個紅燈 不是紅外線 你看不見紅外線 那個紅燈 只告訴你說 我活著 我有在用 我活著 在工作 他亮燈了 等於他在工作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活著 我活著 那個紅色的燈 不是要做 紅外線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OK 無線傳輸 現在 不是WIFI 這個幾乎沒有人在用 有些人以前比電 把紅外線傳輸線 你 那個 第一個非常慢 第二個你要守對手 你要守外線 這紅外線最好 才傳到過去 這種蠢式 基本上沒有人做 沒有反射 只有其他沒有人做這種程式 所以 雖然 那我現在有紅外線傳輸做幾乎沒有 我買過很多人都有 紅外線傳輸 從來 沒有 從來沒有用過 又慢 然後又扯 又扯 但是這樣可以 好像有反射嗎 OK 他的用途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了 好不然反射 結束 好 好